今年, 即是20年畢業的同學 他們現在找工作 入職的薪酬大概是多少錢 14000至14000 你身邊同學是14000 其實不太高 因為一直以來這麼多年 其實都差不多 大學生的薪酬… 本身是16000 也未必有這麼高 13000… 不是, 我十多年前畢業的 已經是這個… 是, 這個就是… 倒退, 這個就是… 很穩定, 這個是… 很穩定 對, 其他人都不穩定 為何不斷升 對, 這個很穩定 還有我有個朋友, 他剛畢業 他打算進房屋處工作 以為這些政府工作 應該是高收入, 至少18000以上 誰知道他去建工 原來這間公司是外判給他做的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人要公屋 申請這些, 很多繁複的步驟 不想做, 外判出給公司做 他去了IN這間公司 他打算預期是18000左右的價位 誰知道他跟他說不行 他說15000左右 他就不想, 為何呢 他就說因為你沒有工作經驗 對, 就說你剛才是U-grad 但誰知道他有令下一個人 即是他正確的 他的收入就是18000 但就是因為他不是U-grad 但他有工作經驗 我做過快餐廳也可以 我做過半年 我做過相關的東西 雙關的東西 都可以 對, 只要有工作經驗 我聽說你的故事是讀書來做甚麼 對 就為了筆劍 有些氣餘, 有些嘴唆 所以我最近看到那些找工作求職 例如市場、訓練 他就說他沒有付款 但他給你工作機會一年 做完一年就有工作經驗 那你就去運工 對, 他們又不用付錢 我看見就這樣打市場 一群都是說市場、訓練、訓練 全部都是沒有人工 全部都沒有付款 沒有付款 然後就說你進來做 我給你一個機會試試怎麼做 你的行程就可以寫一年工作經驗 對, 工作經驗 我剛才學習的時候 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 很迷惘的 你到律師嘛 對, 我到律師 但我未必真的想… 律師是我的終身職業 我也想試試其他東西 我的朋友做獵頭公司 他說不如我介紹你來我的公司見工 你在獵頭公司做 你就知道有多少工 你就可以找自己喜歡的工 然後我覺得… 這樣… 好像很人工 很合理, 很合理 然後我的朋友為我好 然後我就覺得我也可以 你的公司有多少錢 他說也不錯, 也有1500、6000 然後再加上職業 我就覺得不錯 對, 我就去見 我可以多知道很多不同的工作範疇 我見完之後, 他對面很滿意 所以就跟我談 不過你又沒有工作經驗 所以我當你是委員 委員一個月就2000元 這麼多? 我輸了一個月2000元 你以為我還給你 對, 我拿一雙鞋子也還給你 對, 我就說 如果我真的做到成績 會不會有承諾的 還是2000元就2000元? 他說對, 因為你始終還沒做過 所以我們不會當是全時間 所以你無論做多少… 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 無論做多少都只有2000元一個月 然後我立刻就… 謝謝你 然後我沒有再回覆他的電話 所以營養學不是建築等 這些是必要繼續興建的 感覺也是穩定自己的生活 有些閒情的 至少要想到健康的問題 或者如何保健等 所以其實也會看到有很多 可能現在畢業的師弟、師妹 可能就是我剛才說的例子 看到環境這麼差 直接決定繼續讀書 然後讀完老師繼續讀PhD 讀到博士 專心一致在這個學術界 在那裡轉而打算做教授 不出來外面其他就業市場 其實他很偉大 可能他最後研究到一顆蛋白丸 可以解決到全個機方的問題 然後他會…